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鄉 今天凌晨在雲林北港朝天宮 完成淨火儀式後 隨即展開回軟 預定二十六號下午回宮 因此三天內要完成 約兩百公里的急行軍行程 又加上天氣炎熱 考驗隨行相蹬腳 而上個月在彰化申港 招休旅車撞傷的 陳姓三姐妹 姐姐已經逐漸好轉了 家屬在軟轎經過的事發地點 攝攤 向媽祖祈福 靜火儀式完成後 白沙屯媽祖隨即展開回軟行程 沿途還是擠得水洩不通 鞭炮煙火升中 白沙屯媽祖軟轎徹夜前進 但速度明顯增快 像登腳和信中要跟隨 腳步也得跟著加快 盡可能配自己的體力 大概走個五十分鐘 休息個十二十分鐘 如果你是想挑戰全程突破 那你就繼續走 如果你真的累了 那後面很多車可以搭 白沙屯媽祖軟轎 二十四號淩晨 從雲林北港出發後 一路以急行軍的方式前進 上午九點就進到彰化縣的境內 苗方表示 依照行程是在二十六號下午 回到苗栗拱天宮 三天之內要走完 約兩百公里 天氣炎熱 腳層也得加快 對信中和香燈腳都是很大的考驗 而最期待媽祖到來的 還有目前正在救治中 彰化升港的陳姓姐妹 等你回來時 我和你一起過生日 上個月二十二號 彰化升港的陳姓三姐弟 遭到休旅車撞傷 姐姐的同學錄音為她加油打氣 她也會露出微笑 而妹妹目前還是昏迷中 而家屬也在輪轎經過事發地 食色灘 也向媽祖來祈福 藉兒林健身王龍濤 雲林彰化報導